我去了他们家了 我去了他们家去这样的钱去 孩子跟我说什么 他妈跟他躺着 躺着 这孩子跟这 我说你把那钱给我拿出来 不是就五千块钱 我今儿我就替爸要这钱来了 我说跟妈没关系 我说给我这钱 五千块钱 他跟这儿躺着 这孩子说什么 说你跟这儿等着吧 就走了 跟我说 我说你让我等什么呀 你就跟这儿等着 小子我等你到底 他妈连起来都没起来 他说这话 别人都不是就我知道 叫人家了 知道吗 他们家孩子 跟妈的 为什么我不放心 孩子青春你你烦 因为现在我们家孩子 也青春你你烦 你知道吗 就是说都知道 现在事儿比较乱 我就说 既然他敢出去叫人家 我就知道了 你就作为姐姐 应该怎么办 没反应 跟那儿躺着 我就跟他们家就等着 连起电话都没打 人家说什么 说孩子说你回来 说你这么跟你交 说我说就不行 怎么回事到底 后来等着 我等着 我一看 这没法弄了 到时候我又说不行 就我姐这嘴 我又说不行 我听 打一电话 我跟我爸说 我这事 我跟你说这事来的 孩子跟我急了 叫人家了 不可能 打车说过了 刚打车进来 牛点一帮人 就进来了 牛点一帮人进来了 进来了俩 后的那个楼道 还有四五个了 至少四五个 后来我爸正好进来 他们家孩子 碰你跳窗跑了 跑完了 我这事就完了 我爸说你呀 别着急 说的孩子 我说是都是孩子 我说孩子不懂事 但是我说大人懂不懂事 出来了 我刚一开车门呢 车门子给我砸了 砸这么大大坑 他做的太过分了 你知道吗 一直找人打我 或者您跟他躺着 装骨枝了 他就在买ES